大家好,欢迎来到出发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科技水平也正在逐渐提高 然而癌症种类也随之增加 癌症患者也是与日俱增 癌症离人们很近也很远 仔细观察身边比比皆是 医院里更是常见 其实健康人的身体里面也有癌细胞 但处于正常的分裂状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可以预防癌症的家常菜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根苦瓜 苦瓜属于药匙同样的食材 不但营养价值高,口感也特别的好 清脆爽口,也不苦 更值得一提的是 苦瓜中含有的奎宁蛋白 可以起到体内免疫力系统的防御作用 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 抑制正常细胞的癌变 和促进突变细胞的恢复 苦瓜的种质 还含有蛋白霉抑制剂 其可以抑制人体内肿瘤细胞 分泌蛋白霉 从而能够起到抑制癌细胞扩散 和转移的作用 苦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矿物质 矿物质能够构成体内多种霉 和辅酶的原料 酶和辅酶 能够调剧我们机体的代谢 增强机体的各项功能 自然有效发挥出 提高我们机体的抵抗力 和抗癌妨碍的作用 苦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够刺激肠胃蠕动 减缓大肠中有害物质 与肠壁接触的面积 所以苦瓜对预防大肠癌 有积极的作用 苦瓜虽苦但是富含维生素 其中的维生素C 能够促进人体内抗体物质的生成 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 并且能够抵御有害物质 对身体的侵害 同时苦瓜还能够防止 发生癌变的细胞 及早地进行识别和清除 所以苦瓜具有一定的 反癌抗癌的作用 除此之外 苦瓜还具有降脂降火美容的作用 虽然说苦瓜是好食物 脾胃虚寒 孕妇 低血糖的人群不适合吃苦瓜 我们现在准备一个新鲜的苦瓜 把苦瓜对半切开 然后再一分为二 用勺子刮一刮 把里面的籽去除不要 这个籽没有营养 也不能吃 这层白膜也是发苦的 刮干净些 这样不会影响口感 再把苦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加入一点食盐 将它们搅拌均匀 把苦瓜给腌制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苦瓜的苦味 然后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用削皮刀把胡萝卜皮去除干净 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树 在人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A 具有养肝瞑目的作用 防止夜莽症保护视力 并能促进我们的骨骼生长发育 增强肌体免疫 预防上皮癌细胞的作用 胡萝卜中含有膳食纤维 能增强肠刀的蠕动 有防止便秘的作用 胡萝卜中含有琥珀酸甲盐 有防止血管韵化 降低胆固醇降血压的功效 还能预防高血压高血质症的发生 胡萝卜中含有叶酸 能够减少冠心病的发生 去皮后的胡萝卜 我们先将它切枕薄片 然后再切枕出一点的调整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半个洋葱 把它切成细丝 洋葱味心肝 性瘟 归肺筋 洋葱含有前列血树A 能够扩张血管 将低血连粘稠度 因而会产生调节血压 减少外周血管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 缓解血栓的形成 洋葱切好之后 我们将它抖散一点 然后再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在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加入一点点食用盐 再用筷子把鸡蛋充分地打成蛋液 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暖磷质 可以增强记忆力保护肝脏 提高人体免力 颜年益寿 我们都知道 鸡蛋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它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另外还有暖磷质 鸡蛋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对幼儿童的生长发育 是十分必须的 很多长寿老人的 颜年益寿经验之一 就是每天必须要吃一个鸡蛋 鸡蛋的营养价值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从而也能够预防很多疾病 现在我们的苦瓜已经腌得变软了 然后加入清水 给它清洗一下盐分 如果朋友们不喜欢有苦味的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真的特别的好用 清洗干净之后 控除水分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往锅中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鸡蛋液倒进去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鸡蛋煎至定型 然后再把它划成小块 划成小块之后 将它盛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锅里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把苦瓜、洋葱、胡萝卜一起倒进来 用大火爆炒 制作饰品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把食材炒软之后 再把鸡蛋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生抽 给它简单的调一下味就可以了 翻炒至入味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盛入碗中了 这道菜用到的食材和做法都特别的简单 但是它的作用可不简单 胡萝卜和苦瓜都是比较容易熟的 不用炒太长的时间 太软的话 吃起来就没有清脆的口感了 这道菜特别的清爽美味 看着也比较有食欲 这样一道美味的清炒苦瓜就做好了 简单 营养又美味 癌症固然可怕 但是也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除了积极配合治疗以外 日常饮食也很关键 苦瓜就是一种能看癌 防癌的蔬菜之一 肠吃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压、血糖、血脂等 对于身体的好处是特别多的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